先陪是中和警方進行射擊訓練 那麼前往林口分局旁邊的地下靶場 沒想到訓練結束之後 居然有員警把這1200發的空彈殼 遺落在路邊 被路過的民眾發現 趕快去報案 對此中和分局坦誠疏失 那麼疑似是在運送過程當中遺落 也會依照規定 懲處相關人員 報案民眾和員警一起走進派出所內 員警手中提著一盒紙箱 就是剛剛獲報的遺失物 打開來卻經見箱內裝的警示 直箱內裝的是滿滿彈殼 數一數共有1200發這麼多 離譜的是被發現的地點在這裡 當時中和警方是來到林口分局旁邊的地下靶場 進行射擊訓練 射擊訓練結束之後 他們以拖車的方式將彈殼運上來 過程中卻不慎掉落 後來是被民眾在附近的石椅上發現 20日當天中和警方到林口地下靶場射擊訓練 車子停在旁邊的停車場 一共帶了七千三百發紙彈 訓練結束後運送過程中 近移入一整箱 共一千兩百發的空彈殼 被民眾發現報警處理 警察本分局同仁運送空彈殼過程 卻有大意疏失 本分局將依相關規定 針對當日助責場訓之教官 助教支援員警公差 及督場組長等相關人員就責處分 精神署未來也將針對往返靶場 槍彈安全嚴定SOP 從分局領出打靶彈蟹 應先確實清點一遍 抵達靶場時在訓練前後 都必須於現場確認數量 離開靶場送上運火車當下 也得再做確認才能離開 返回分局入庫前 最後清點子彈槍支數量 我凌落見識好了 縮性這回遺落的是空彈殼 否則若是被遊行人士撿走 非法利用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這林文宇落為新北長報道